很高兴 其实来到天下女人的观众 就知道每次来 都会听到一些女人的故事 看到一些女人的视角 也来分享一些女人的情怀 但是其实也有人说 女人老有一点那种 人际关系的那点麻烦的事 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 所以像这些年 很多家庭剧 伦理剧 大行其道 长盛不衰 那其中婆媳这一对矛盾 更是那个特别有多的话题 可以来谈的 我可以认识吗 我知道你现在可以开始学习 虽然你还没有婆婆 但是你未来的婆婆 可能现在正在看电视 所以你要好好表现一下 太突然了 最近有一部电视剧 也非常的红 就讲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 同时我们今天请来这两位嘉宾 不仅是这部戏当中的主演 而且我觉得他们戏内戏外 都有一些较量值得关注 好 我们掌声有请 何再飞 何凌 太有派头了 不好意思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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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出来这就是有派头 是吧 您最行头 哎呀 您好像就完全摆出一个婆婆的架势来的 不过我今天会说好了要当她婆婆吗 也是她婆婆关系嘛 对吧 如果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是这样的妈妈陪着来相亲的话 我可能掉头就走 这老太太 我忍不起 我躲不起 还有一个人才是假的 你一看你特别怕她 特别怕何老师对吗 我不怕 我有钱 我有笔记 有钱怎么着就能阵子我 我有钱 当然了 他们家很多事情都靠我来解决 真的 我随便一个电话 然后随便拨那么九牛一毛 马上把他们的重大危机全部解决掉 对 就你第一眼见到这婆婆 怎么也得把这银锁给换成金锁 就这一个金锁拍上去 这婆婆就什么都顺了 她立马就驯服了 然后就一个就是说我好话 这社会就是很现实 没办法 该去国人也得去国 这一看就带着戏就上来了 首证 因为首证是韩国美女 韩国随便拨 韩国随便拨 然后生活在中国 对 你一看到这种婆媳关系 你能够读出他们的一些 我觉得第一眼看的时候 我觉得婆婆是特别强势的 为什么能看出婆婆是强势的 去来的时候那个劲 就是她不用说话 就那个眼神就是 但我觉得开口说话 就是我觉得还是年轻人 太臭了 说不过她我觉得 对 什么都不怕那种 对 我觉得何老师你主要是这领子给害了 就把领子放下来看看 是不是不一样一点 是否温和一点 对 是否温和一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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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塞飞 自幼学习乐剧的她 凭借优秀的功底 塑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 大宅门里的杨酒红 红粉里的小恶 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眉山 纳金花和她的女婿里的岳母 别调皮导弹啊 电视音频上 这些角色不是命运坎坷 敢爱敢恨 就是泼辣刁钻 在纳金花和她的女婿里 与何塞飞有大量精彩对手戏的 便是何林 尝尝啊 哎 臭啊 这叫臭啊 妈 这饺子多感受外面饭馆的水平 何林 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96级表演系 1997年 电视剧亲手里 敢爱敢恨的夏小斌 让何林获得精英奖 优秀女配角奖 这之后 她的心图一帆风顺 还成为亚洲第一位 获得国际电视爱美奖的艺人 迎评上的她 经常有让人惊艳的表演 在电视剧《纳金花》中 扮演岳母的何塞飞与饰演半个儿媳的何林 两个人在戏里戏外 有着别样的精彩故事 其实这个戏里边 那个关系还蛮纠结的 对吧 就是因为何林在戏中嫁给的这个人 是你的前女婿 等于是 但是也当你的半儿子 是这意思 对吧 所以这个关系就变得更复杂了 对 那个是后来的事 前面大部分都是纠结 解不开 排斥套这样 对 我觉得你们俩都是特别有那种爆发力的演员 然后尤其是何林 我看你演吵架戏就特别在行 所以我觉得这 就这一部戏里 我那么温柔的 这应该是你的本色演出那种 就会特别地信守年来吧 真的 我怎么对何林的印象 还是她那时候被那个城湖了那个 是吧 大明公祠里边那种 特别又七碗的 可怜的 不会怎么看人的 看走眼了是吗 就是其中这个戏里面 就特别有那种激情较量的 印象最深刻的有吗 就有没有给你们俩吵到声嘶力竭了 其实原本有一场戏 就是我们俩在这个玩具店里 发生了一场遭遇战 吵得不可开交 原因就是大家想买一个 同样想买一个汽车模型 我就很任性我想要得到她 她呢想要给她的即将上门的小爱孙买 但是我觉得那个赛飞姐眼神也是很厉害的 真的啊 就是你看你演过那么多戏 好多那眼神都让人那种过目不忘的 然后我看了点这个戏的这个片段 我发现又还能把那种特别世俗的那一面演出来 我觉得还挺出乎我意料的 你觉得演这出戏哪些部分是你的本色出演呢 它的节奏那种那种貌似精明的那种感觉 可能是男方女的那种比较好抓的这种感觉 但是她的那种内外的那种自我纠结的东西 应该是这个人物读到的 因为她老觉得自己是贵族 跟贵族有什么血缘关系的 老拿这个来武装自己 感觉我跟你们普通人不一样 其实一样一样的比别人还不如 那种虚伪的东西 那种爱虚荣 那些东西是要捕捉她的 要传摸她 其实我觉得对赛飞老师来说 这是一个件挺难的事 因为过去她的眼神之厉害 主要是体现在就放电给男人 她是那种妩媚的 哪个戏 杨久红嘛 就那种妩媚 那种极尽勾人之能事 但是把一个眼神从妩媚变成算计 我觉得这期间的跨度还是挺大的 要从妩媚变成算计 这个节目挺长的 妩媚算计可能在这 当中还有好多别的东西 那你是更喜欢演那些厉害的女人 还是很温柔的女人 其实我是很温柔的 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她吵架的时候最能够体现她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啊 什么特色啊是那种 哎我能说实话吗 一定要说实话 可以说实话了 是那种就是免礼藏刀 对 人家只是藏针 她是藏刀 也挺难藏的 对她笑着 然后骂人 骂得特别可怕 真的吧 哎呦我觉得真的 我特别 我看到这种角色 我就不寒而栗 我觉得我要是有这么厉害的一个婆婆 我肯定也是招架不住的 而且我觉得就这种家庭伦理剧吧 你就像我们北方人这种高门大嗓的这么来说台词 它就必然会削弱很多的魅力 就像何老师这种略带一点那个无浓软语 我觉得您的话里头就透着那种算解 但是现在的女孩子也不是过去的小媳妇了 所以给今天的婆婆们也制造了很多的新的难题 关于我们这新型的家庭关系啊 我们等会再说说啊 但是肯定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的性格 我们的成长 跟我们的家庭 特别是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啊 小时候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 那那个塞飞姐小时候是 主要是跟着父亲长大的是吧 是不是你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开了 对 说说您那时候跟父亲的这个关系吧 从小比如说在那样一个 大家对于离异的家庭 还有戴着很多有色眼镜来看的啊 那样的一个时代 你觉得你小时候生长的这种过程 有没有这种心理上的一种阴影啊 其实就是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就是老要想办法保护自己 会不会被人欺负啊 会不会有什么不便宜 就是不理自己的一些事啊 特别是女孩子嘛 就特别紧张 生活得比较紧张 因为从五岁开始的嘛 从五岁开始就觉得不是 好像没有安全感 当然父亲也是把我照顾得很好 就是会觉得总是像你说的缺点什么 因为左邻右索啊什么的这样子 交往之中总觉得是你是没有妈妈的 自己老妈妈在远边不是没有妈妈 老觉得自己好像是哪儿弱一点这样子 不如人一点这种感觉 父亲是又是当你的父亲 也是当妈妈的那个角色是吗 对人家我们山下有宁波有句话叫 又当爹又当娘 就是又当爹又当娘 怎么样当这个两个角色呢 那就是我的父亲会赚钱回来这是一个 另外他会做衣服给我穿 会我的辫子都是他输的 我生病了打针 采草药什么 反正所有都是他做 你有想妈妈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想妈妈的时候就想呗 想不到呗 但是能跟爸爸说吗 不能说 都是命吧 但是我知道其实你后来到那个下乡 是到下乡吧 有下乡过吧 没有 没有吗 那是你什么从哪儿去的乐剧团呢 我本身就在我们浙江的舟山 带山县 在那儿 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县里工作的 后来那个下放 下放以后我们作为农村户口 之后就是为了作为城镇户口才考乐剧团的 要么没有工作嘛 其实我觉得何老师讲故事的时候 我都会突然在脑海中浮现四个字叫离元世家 不是离元世家 但是父亲从来就是一个文艺爱好者 文化工作者 然后他会也会乐器 然后我住的下放 爸下放以后的住的那个左林右舍 有很多会说书的呀 会这个情那个情的呀 就到了特别春天就夏天的时候 在院门口江南私主起 每天晚上都这样 然后说书 就在这样个环境里面长大的 所以很受熏陶的 有一次特别感动就是远远的 我从外头回来 傍晚他们已经在演奏了 隐隐的飘过来 那个时候影响好深好深 现在都感觉 鲜月飘飘 一个人的童年环境 往往对她的性格有巨大的影响作用 从小缺失母爱的何塞飞 怀着对家庭生活的强烈渴望 在之后勇敢选择了裸婚 在新婚第一天里 何塞飞甚至没能看到自己的丈夫 裸婚之后 何塞飞的演艺事业发展飞快 在家庭事业难以兼顾的情况下 她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办法 这真的有一台特别好 大多数女孩做不到 无论是从你那个年代 还是这个年代 就是塞飞姐她愿意去裸婚 就什么都不要就结婚了 但在那个年代 的确也没有什么太多物件 也没有啊 我妈妈那时候结婚 说就两个布袋卷 没有人起码要给你打一套家具 然后她要给点传家宝 毕竟是早多了 我那个是八十年代末 没有婚礼吗 酒席总要摆几桌的 没有 那一直到现在没有 什么新棉被 他们也妈妈家庭看了别生气 就是那就是这样子的嘛 而且他们本身也是不对家庭的 本身大家也不讲究 棉被也是 他所有一切都是老的 没有一个什么什么大红的什么被子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自己还挺号称挺有情调的 我那个是我老公年三十 日子都不定的 我们照片还是自己院子里面彩照拍拍 结婚照上一贴 然后说那什么时候结婚 没见到 今年年三十吧 十一月十月份申请的 然后到了年三十 今年年三十宣布吧 年三十年夜饭的时候 就说他俩结婚了 结婚了 我老公还在职业班 真的 太浪漫了 然后我还活成那个 自己偷偷在房间里面写上 欢迎杨楠 他下班回来嘛 我还欢迎他用字勾出来的 就这样 这算很浪漫了 老公关注这个学生前 怎么做不成呢 就是我能理解你的工作 经常出差什么没关系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 会不会还有点 特别后来我们三菲姐比较出名 对 这种老公需要心理要调试一下吗 都还好吧 我会做出就是 特别巴结她的样子 对对对 用我自己的 用我自己以为很殷勤的 很努力的这种 比如说我这样说出来不要紧 我会把我自己的搞抽啊什么的 都以她的名字存在银行里 我怎么感觉倒过来了 我觉得好有诚意啊 我的名下一封钱都没有的 听见了没有 天哪 在对家庭对婚姻的经营上 何赛飞选择了温柔 而当日历翻回到二十多年前 那时候的小和林选择了坚强 从祖国最北边搬到繁华的上海 当时的小和林所要面对的 可不仅仅是一次搬家那么简单 斗智斗勇的生活 成了她童年的大多数记忆 和林小的时候 作为一个小孩子 也需要去面对一个外部世界的改变 因为你小的时候是跟着父母到安徽的 不是 是到黑龙江 到黑龙江 到这么远 那个时候也算是上山下乡吧 他们这一代人 我妈妈爸爸他们那个叫不叫上山下乡 我不是很清楚 反正他们两个人都是到黑龙江的 叫盘古筑木场 所以当他们可以返城的时候 回到上海的时候 对于小小的你来说 这个生存环境发生的变化究竟有多大呢 太大了 其实我 包括现在 其实我对上海的印象 并不是说像很多人 所想象的什么家乡啊 然后有多么的眷恋啊 但是我到北京来读书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想离开那儿 我好像英文考了是18分吧 语文20分 凭什么呀 然后我就不断地跟我外婆斗智斗勇 我每次去看我婆婆的事 我就故意说给我儿子听 我就主动过去帮她 她就是特别 她说你没必要 没关系 由我来做 她一日是觉得很不舒服的样子 你为韩国姑娘做了一大广告 其实我们以后美国的东北人 都到韩国去找儿媳妇 估计就是听了你的故事 叫一个北京婆婆给儿媳妇的一封信 当时我到北京来读书 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想离开那儿 因为上海给我的留下的童年的印象特别痛苦 对 说说看 因为首先回到上海 我就是学习成绩是特别跟不上的 跟人家的其他小朋友差很远 记得我好像英文考了是18分吧 语文20分什么 就比人家那个插声要差很多的距离 插声特别开心 终于来你一天背的 对 直接高兴了 我特别痛苦 我那时候每天做作业都做得特别晚 那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孩子们会不会欺生 一看你这还带着东北味呢 说话 我说话口音其实倒还好 但是我刚回到上海的时候 我是不敢说上海话的 我会讲 但我不好意思说 我觉得会别人会笑话我 怕别人说我有口音 讲得不好 对 但她其实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东北姑娘才是这世界上最有礼貌 然后最有品味的女孩 因为她们特别好的一点是 她们做什么事情之前 都会提前跟别人商量 比如说我削你 你信吗 半分钟就收拾你 知道不 知道不 她们跟你商量一下 所以你那个时候 对 你完全没有意识到 你会东北化 但是你那时候肯定你觉得很委屈的 对不对 对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虽然我不是东北姑娘 但是我确实在东北生活过几年 所以那身上的这个虎妞的劲儿还是有的 我回到上海以后 首先同学们他们其实并不敢欺负我 对 就是虽然我学义成绩特别差 但是我这个就是这个提升的很快 然后呢 我外婆虽然她很不喜欢我 就是对于我刚才讲我们家的到来 等于是因为上海那个时候就是居住的环境 特别小 对 突然又来这么几口人 我外公他们家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是很大的 而且房子住得特别好 但是忽然间又来了四个人 就显然就会变得很拥挤 然后就是再加上我的那个外婆不是 不是我妈妈的亲生妈妈 是继母 然后亲生的当然就不一样 那不是亲生的话就有一种资源被占据了的感觉 没错 对 然后我会 像我哥哥他大一些嘛 他就会比较懂事 觉得我们是那个外来者 所以我们要识相一点 要识相一点 对 但是我从来不这样认为 凭什么呀 然后我就不断地跟我外婆这个斗志斗勇 你那时候就开始练了 对 对 那时候就开始练了 所以像这样的我不怕的 真的 对 所以那个同仁的时候 还是影响到你的现在的性格吗 你觉得 我感觉你不是一半的女人 我是二半的 看出来了 不太恐怖 不过他起码是一个挺能捍卫自己的一个女孩 我觉得没有人敢欺负你 那就说明 对 你还是蛮能够捍卫自己的 对 我从小就是身上会有一种 就是别人不敢来 就是真正的来怎么样欺负我 有一种危险感吧 所以你看就是小时候的这种生活环境 其实对我们的性格还是蛮有磨练的 是吧 塞飞姐那时候虽然不像这个何林一样 敢跟男孩子打架 但是你也知道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保护自己的 但是等到这个慢慢地成长起来 进入到一种真的就是新型的一种家庭关系的当中啊 其实也有很多的人际关系需要去面对去适应 那个时候我们的性格也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一种碰撞是吧 塞飞姐那时候有跟婆婆需要住在一起吧 我倒没有 我住了有半年这个样子吧 然后就 就自己小百花有小房子放给我了 这是不是你那时候跟那个老公一块要求的 说我肯定不能跟婆婆住在一起 没有 一点都没有这个想法 我想象当中 因为我的家庭生长环境不一样 我想象当中我的婆婆应该是我的妈妈 有这种 有这样种 我的从小到年轻时 我有一个小时候很想要个哥哥 开始找对象了 我就很想想象当中我的婆婆是我的妈 这种情形 从小缺这种母爱 就是这两样我是在我的这个年轻 特别年轻时候的生命当中是感受非常强烈的 最近呢这个网上就非常热传一个叫 一个北京婆婆给儿媳妇的一封信 说到了婚姻当中所要面临的像经济问题 房子问题 孩子问题 亲家问题 还有怎么样对待她儿子的问题 就是婆媳之间最容易发生争执的问题 还有一个特别逗 说什么那个你把钥匙可以交给我 但是你放心 我是从来不会到你们家去收拾东西的 是一个一个现代的一个非常直面现实 然后特别干净利索的一个婆婆 其实我觉得好多那个媳妇可能没想到的就是 你今天对待那个父母长辈的一些方式 会被你的孩子看在眼里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报还一报是非常非常因果的 所以还是都要对老人更好 让他们不要能够 不要让他们感到孤单啊 或者是不被需要 其实我觉得老人是很需要感到 就是说我是被需要的 我是有价值的 他们有时候唠叨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 没错我每次去看我婆婆的事 我就故意说给我儿子听 一定要让他知道 我妈妈给奶奶买什么了 去看他了 每次都让他知道 都让他知道 其实并不是要公 让他知道就是 亲人之间是要有亲情 要有联系 要有实际见面的 你以后你 他带我这个妈可能也会好一点 真的是这样呢 真的 我觉得是一代做给一代人看的 我们似乎就是过去传统的那种 从早到晚黏在一起的那种 婆媳关系呢 也的确不太适应 现代的这种生活节奏 和我们对于个性和生活方式的某种坚持 在这些方面也可能有一些 这个西方的这种婆媳关系 也可以给我们带了点参考 守镇的先生呢 Nick呢 是美国人 所以还有一个美国婆婆 她是美国东北人 你的美国婆婆需要 对你有什么要求 其实我也是 因为是 其实我跟她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迁就 她应该是我以前结过婚 她是没结过婚 那种 我就压住人嘛 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第一次去 这么传统 还是有什么关系啊 对 还是传统嘛 毕竟是20年都住在韩国 然后来中国 已经快40岁了 然后那个老公比我年轻 他都便宜嘛 然后就过去 真的吗 然后呢 我过去 我觉得我弥补一下嘛 然后呢 第二天起床 就是她是美国东北嘛 然后呢 下大雪 然后呢 两米左右 然后呢 就是早上起来 她妈妈不能开车 没法开车 所以她就是扫 去铲雪 铲雪嘛 吃饭以后我洗碗 很应该的嘛 然后洗一洗洗 然后她妈妈就过来 就是惯了 首先我们家里有洗衣机 那个 洗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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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洗 然后呢 如果下次你要洗的话 你就洗 你自己吃的 你不是保姆 但是她是觉得 但是是不是有点挺生分的 我觉得她太客气了 太客气了 但我觉得我也 像我习惯嘛 我觉得我像刚才您说的 觉得我应该做的 作为一个 媳妇 我觉得应该做的 所以就是不管她怎么样 说我就是拿洗衣机打扫啊 或怎么样 刚开始的时候 她有点不太习惯 但是后来她 我觉得好爽啊 她跟她的儿子说 手上真的不一样 我觉得她特别不一样 但就是她 也不是说 我很喜欢她的 怎么怎么怎么样 但是她很不一样的人 就是你觉得 你为韩国姑娘 做了一大广告 其实我们以后 以后美国的东北人 都到韩国去找 找儿媳妇 我估计就是听了你的故事 但是其实听到那个 那我想问一下 美国的媳妇 都不帮婆婆什么 做任何事情的吗 我不帮 因为是她有两个哥哥 就像去年的时候 我公共的70岁生日 我是从中国准备好多那些 可以装饰的东西什么的 我一到那儿 我就坐飞机过去了 一到那儿我就熬夜 我自己一个人布置 她的就是哥哥的嫂子 两个穿泳服 有洋服她泳装 然后我去游泳 幸福啊 就这样过去 我是布置完了之后呢 真的是我一袖都没睡掉 然后我做韩国菜 然后呢做五道菜 客人来了可以吃 一切准备 他们什么都不帮忙 真的一点都不帮忙 真的 所以他们主要不是婆媳矛盾 他们是轴理矛盾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绝对买了人 你不要看守正讲得那么好 大家都会特别羡慕 有一个美国婆婆这样 但是我总觉得 在这样的婆婆身上 你也休想得到那个 什么房产啊 什么财产之类的 绝对她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指望 从老人身上得到什么房产呢 那也就传统嘛 那你不能又要传统的这个 然后又要现代的这个 你必须得选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 就是网上流传的 这个北京婆婆这封信 这些也挺好的 她说那个我们会自己照顾好自己 将来也不用你们在经济上赡养 但是你们小夫妻俩呢 自力更生 也别指望我们再给你们切钱 特别是你们娘家的问题 也别指望我们去解决 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 这种比较那个现代的这种关系 分得挺清楚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对 省得呢 该亲热的时候还得走动 对 但是其实我也认识很多美国人的家庭 其实他们也有那种 就是婆媳大家在一起做饭啊 做事的时候 比如说家里开个大party 或者是感恩节了 或者是圣诞节了 要做家庭大餐的时候 那也会大家都到厨房里去帮忙 我觉得也不是说 美国人就没有这种家庭的氛围了 还是跟人每个个人有关 每个家庭 家庭个人个体有关 所以他们以前 他们那个美国的东北那地区 我老公家那边 然后呢 压轴人不是特别多 他们这次都不是特别多 然后呢 因为他们是三个兄弟嘛 然后呢都有照片 因为他们是像 有点像联合国 他的那个大哥的老婆是黑人 然后二哥的老婆是白人 然后我老婆娶了一个压轴人嘛 联合我的照片 然后他们好多人都说 压轴人不错 就是 你刚才说有一点特别对 其实虽然每家这婆媳吧 其实都那关系都不一样 其实他还是跟某种社会地位 和那个经济状况 它是有关系的 他人都不是活在这个真空里边 特别是比如说 夫家他比较有一些名誉地位啊 然后婆婆就有点看着 这就我们儿子的女孩可多了 那种感觉的时候 这个当媳妇就要陪着小心 然后其实我们何灵嘛 其实是嫁给演艺世家啊 行动 妈妈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我的巧克力 哎哟宝贝 你是好吃的 又不是小伙 剧中投席 剧外豆法 好看 何彩飞现场大秀出发 一个字全是 哎哟可以 可不可以 这很有气势啊 我们展示一下 好 欢迎回来 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 天下女人 其实我们何灵嘛 其实是嫁给演艺世家啊 她那个婆婆 吕中老师 哎呀 是我们都崇拜的艺术家 好期待你陪小新的 什么样子哦 何灵需要陪小新吗 在家里需要陪着小新吗 我生活中 可能从小我妈妈 就比较的教惯我吧 所以我不会对 就没有学会对别人 叫陪小新的那种生活状态 是吗 但是这位 因为吕中老师也是业界 年轻的演员们 很仰视的一位 这个大艺术家了 老西夫 对 所以你第一次去见婆婆的 有没有很忐忑 还好吧 我没有太多的感觉 不害怕吗 不紧张吗 没有 是吗 那从来没有 但我感觉没 刚才她说的那个劲没了 对 香火 是吧 不一样吧 是吧 刚才 刚才是今天那样 真的是 对 没什么吧 什么的那种东北味 现在就放这 平时生活 其实话说到这儿 我觉得吧 我们可以做点小小的演示 两位这个演艺界的大腕 坐在这儿 如果我们来点什么那种 现场标戏 现场标戏 我觉得也是挺过瘾的 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找一个那个受加板器的那个男生啊 我来介绍一下场景啊 我拍出题目了啊 这场戏呢是说呢 这么一天 这个老公呢 从外地出差回来 带回来一盒巧克力 这一天呢 正好是情人节 而她的妈妈和她的媳妇 恰恰都很爱吃巧克力 这不没事找事吗 买两盒不就得了 太笨了 就有活该受加板器 来吧 好 于是呢这样一个场景就开始展开了啊 三二一 Action 哎妈 哎呀小小啊你回来了 哎呦你看这两天不在妈妈天天想你 你电话也没人接 哎呀巧克力啊 你看妈妈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我就知道你记得妈妈 哎呦哎呦哎呦我等一下吃吧 我先把给你倒杯水 不用了妈妈你快洗碗 坐着跟您聊聊天吧 啊好 哎呀那那最近怎么样啊 哎呀那边还挺累的 成功吗这事谈的 还还挺成功的 哎呀你看你看这孩子就是从小就懂事 你看妈妈吃妈妈喜欢吃什么 你给我买什么 这巧克力是妈妈最喜欢的 哎呀太好了 是 闻着就香 哎呀真好 等一下我们一起吃啊 行行行 那个妈妈给你倒水去 哎呀宝贝儿 哎媳妇儿 哎呀宝贝儿你回来了 哎呀哎呀想死我了 我也想死你了 哎呀宝贝儿我今天上了一天班啊 哎呦你快坐 用电脑用的我肩周炎都犯了 啊 快帮我揉揉 这样行吗 哎不行没到位置 哎哎妈呢妈到哪去了呀 妈说去去给我倒点水 那个 哎待会妈回来的时候你可劲揉啊 啊啊啊行 啊 哎这儿 啊行 哎呦真舒服 妈 哎妈怎么还不来呀 估计妈一会就来了 哎呀我的巧克力 哎呦我的巧克力 哎呦宝贝儿你就知道我喜欢吃这种 是我太知道了 这疼我的人就是你 来来喝水 哎呀 你回来啊 哎你回来了 哎呀 快吃快吃 啊 你看这个宝贝儿给我呆了 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哎要不你也尝一口 那个 哎呃 没事的没事的 她买了一盒呢 哎你吃你吃 你吃你吃 妈你太客气了 来我 媳妇媳妇 媳妇 媳妇 这 怎么了 给妈吃吧 那么多 妈你忙一个不就够了 哎呦呦呦你吃你吃 妈妈妈妈妈这是 哎 妈妈有糖尿病吧 不是 这给妈吃吧 你看 咱咱给妈吃 给你老婆吃 妈这就是给您买的吗 前段时间你给妈买的吗 还没吃完呢 哎呦 我知道了 哎 原来是这样子啊 那好吧 没媳妇 没关系的 我最喜欢吃的 回头我自己去买 反正存折里有那么多钱呢 好 妈 全部给你吃 不用不用你吃吧 你吃 不是 你这孩子 妈跟你说过 叫你和你你吃 不是 快吃 妈这是我们两个给您的心意 您拿着 这样 对啊 要不然我吃的也不痛快 就是我处 这样 这孩子话说的 越来越调皮了 妈 你说我刚出差回来 好久都没看见媳妇了 要不你给我们两个点空间 我们去 是不是 这不空间吗 啊 我们 你大白天你要干什么 我两个媳妇去溜溜 逛一逛 哎呀 好好说 又不是小狗溜溜 那妈 先拿进去了 行行行 妈您歇着 呃 等一下妈再给你吃啊 好吧 媳妇 咱得让着点妈 那么老了 走走走 我脸具是好吃的 你觉得你心里只有你妈 就没有我 没我真的是 我也是真该死 我本来应该买两盒的 可是我想着你了 我心里只想着你了嘛 那反正现在巧克力 已经拿走了 你们说怎么办呢 你还想吃什么 对 想吃什么你 想吃巧克力 巧克力 走 咱去买写的两盒 好吧 走吧 哎 可以啊 谢谢 看来有生活体验 认错认得挺快的 我们要给这位我们的 观众朋友鼓掌 不错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 谢谢谢谢 刚才两位在精彩的 这个演绎当中啊 虽然有这么一点 那个女人的小心气啊 但是可以看出两位 还都是非常的这个开明 也有一些大智慧 知道如何更好的调解矛盾 和谐相处 我们给两位掌声 其实婆媳关系要是不好 最倒霉的是这男人 而且是这两个女人 都是最爱的男人 就会受这个加板气 所以要防止这个 我们所爱的男人受加板气 我们也得好好来协调 这种婆媳的关系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两个女人之间有矛盾 是因为中间这个男人 智慧不够 但是我倒是觉得 其实女孩子 在找那个对象的时候 当然你不能找那种 什么事都很没断奶 成天特别依赖妈妈 那种男孩 但是你有时候 你要看他 对妈妈的那种态度 其实你能知道 这个人的心地的 他那底色是什么样的 现在这么多伦理剧 这么受欢迎 一个是跟大家 扎上了一短 都能让人产生共鸣 另外一个就是 现在我们的 这种经济条件 生活方式 个人所需要的空间 都跟过去 大大的不一样了 或者是有很大的差异了 所以家庭当中 其实也有一种 新的伦理关系 慢慢地在形成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还没学会 怎么样完美地相处 或者是相爱的话 起码我们可以做到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理解 或许我们真的会 喜欢上对方 而且爱上对方的 毕竟幸福 是一家子的笑 今天我们也请 何塞飞老师 给我们写一个 大大的字 也祝愿家家幸福 谢谢 六个 好 赛飞书 这要有张的话 压个张 应该压个张 再压个张就好了 看 好美啊 一个字啊 行 不好意思 寓意美好 家和万之心 你就注意啊 就是盖一个房子 里边养头猪 就有家了 谢谢 我们再次把掌声 送给赛飞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